消防车遭到油管车撞翻的事故 那么消防车当场是翻覆在车道上 这起事故总共是造成了两个人受伤 高中外海在尊管间发生了货轮沉默的意外 还需远远彻意的抢救 目前已经救起了五个人 不过还是有五名的船员失踪 整体救援行动目前持续进行 而经过调查 这个船即是图华鲁籍 而船上的船员通通都是太国籍 来看到这名酒醉男子他胡闹 新北市淡水这间手工的蛋饼链 他碰文表示说呢 有客人来买蛋饼 结果却被一名喝得醉醺醺的男子 踹倒机车了 结果旁边的机车行的老板看到之后呢 赶快出来制止 结果这名酒醉男子却还做事要打人 甚至很凶的呛瞎 吓得女顾客当场是哭了出来 那行哦 宝贝女儿到底去哪呢 还正这名15岁的女高一学生 他21号没有到校上课 就此失联整整整整四天了 那么家属当然很焦急 赶快的报警 警方调入监视器就发现说 这名女高中生 刚刚上午是被一名男网友骑车给载走 而最后她的定位地点 就是在男网友工作的地方 是在台南 不过这个女高中生 她的手机目前是关机的 随警方已经通报台南警方 全力来学习 这一消息 泰国王室也传出确诊新冠的危机 这是根据德国媒体的最近报道 有一名王室的随护 他在德国感染了新冠 让泰皇紧急的送往曼谷的医院来检查 不过目前是没有任何人接受隔离 而泰国王室也没有透露 泰国王住院的相关原因 我才看到为了防止闹事 有些的警方是逐起了人墙 海中西图的环中路这里的知名夜店 好几次就发生说有这9克散场会有冲突 结果这个地方被警方列为是他们巡逻领检的重点 侠区警方在这个趁夜店散场之前 他们再度前往突袭领检 不过这次的警方他们出了新招 没有直接冲进去电影里来盘查 反正你看看是像这样子在门口排成人墙来站纲 现场的20多名警察是椅子的排开 相当的壮观 所有的9克一走出来吓了一跳 更立即被驱递到50公尺外 不让9克聚集在门口 我们的新闻 蔡理恨罗珍在台中才能摸到 利用Google地图帮了大忙 张宝一鸣27岁的理性女子 她很年轻不顾名下已经有一辆宝石级的休旅车 不过多年来她都没有缴牌照税跟罚单 目前已经是欠税80多万元 那么现在执行署张花分署为了要追讨欠款 他们利用是Google的地图搜寻她的户籍地址 结果发现怎么这么刚好呢 附近有一辆同一款的车辆 前往一看发现车子挂了其他车牌 刚好使用车子的人也就是女子的父亲经过 经过训言之后就是理性女子的车子当场将车子插口 此盘赔180万 这发生在前年7月份 台南官庙有名黄姓女童 当时是要去学校上辅导课 结果途中被邻居饲养的黑狗是一路的狂吠狂追 结果导致这个女童新音性羞客猝死 而现在台南高分月宣判了 四主赔180万获得缓息 全案定点 一个晚上只要280块钱 这个便宜当然是要赶快抢 结果这个民众说呢 当时在订房网站 他就看到了第一间小琉球的民宿 真的很便宜 一个晚上只要280块 他订了 结果就接到订房网的电话 他说很抱歉 我们价格标错了 扫标1-0 所以原价是2800块钱 不过呢 因为是他们的失误 所以愿意是以1800块卖给消费者 还说呢 如果你三天之内你没有回复 就要取消你的订单了 让消费者非常生气 认为标错价 为什么是消费者要接受呢 执疑对方 难道是变相涨价 话也要需要消费官来协商吗 因为这个消费者说 我的民宿怎么莫名被你取消呢 原来他说呢 他订的是一间宜兰罗东的民宿 当天收到通知说 必须你在下午3点到晚上的6点 你必须要录住 因为呢 他说当时他们胎在许岁 实际上是太塞了 所以呢 他就跟对方讲说 很不好意思可不可以让我们 延后录住的时间 不过后来 居然被对方取消订单 让这个消费者气账了 不过现在民宿也回应说 因为呢 双方过头的过程 不愉快才会取消 而事后已经赔偿 那时间了 听说南部人特别喜欢吃鱼皮汤 不过有网友说 他住在台南30年了 他说他忍很久了 因为他直呼说 加鱼浆的鱼皮根本不是鱼皮汤 他说他没有办法接受观光客说啊 鱼皮汤是有这种鱼浆的 他强调说 真正的鱼皮汤是货真价实 像这样子切片的鱼皮 所以呢 他就批评说 放鱼浆的鱼皮汤 根本就是邪魔外斗 不到重脸哦 每一年的韩国小姐的选美大赛 都会被说是复制人 今年的结果出炉了 是有22岁的女大生 金慧珍夺得后冠 不过今年为了防止复制的情况发生 主办单位改变赛制 要求选手要当场卸妆 有颂严定胜负 B是百货公司的周年庆党旗 同时呢 有不少量贩超市 也加入了周年庆的战局 而且呢 他们比的是CP值 像是由百货超市打出呢 进口水果 还有A5的和牛 狭杀到五折 只不过抢便宜之外 生鲜蔬果要如何来挑选 才能够挑到好货呢 其实有技巧 百货百货超市里面呢 这一整区全部都是日本进口的零食 现在周年庆不止强达伪出国 还要足打高CP值 今年想要出国旅游是不可能了 而台湾跟博留的旅游泡泡 现在也全面暂缓 卫福部长迟迟中就是了 其实国内的交通部 外交部等等单位都准备好了 不过问题是卡在博留的检疫制度 是非常的严格 就连台湾是属于低风险的国家 不过到博留之后 还是要居家检疫长达七天 这样子会影响到旅行团的行程 根本是无法进行 一支舞即将五度登台演出 这一集让非常多 我们也要好期待 并且创下烂眼的数票夹金 月亮呢将在12月 在台湾会掀起一场 踢他选拨 甚至你看看 这个地板都已经是裂开了 他说千万装潢变得是非常的不漂亮 甚至呢这起事件三个月以来 双方呢是争议媒体 而建商受访时说会负责到底 房东他也很抓狂 因为他两度遇上了恶劣的房客 他拍出照片说 你看看这个房间啊 全被垃圾给堆满 家具呢也被破坏 这间房子的屋主在抱怨公社抛文指出 五年前他在关岛买下房子租给了房客 没想到了两度遇上超恶劣的房客 不只是破坏房间 现在家具都必须重换了 损失很惨重 让屋主直呼 房东真的是很难当 他是资深的凤迷 北楼斗学长黄玉玲 上网络节目 唱聊音乐录 他就聊起自己最新的过程 像是呢国中的时候 为了要追凤飞飞 还跑到凤飞飞的家门口 结果当时呢被凤妈妈给赶出去 而身为资深的凤迷 为了贴近偶像 还帮偶像写歌 有吉福灯 民众等等 走在街头都能够感受到历史流动 广迷呢虽然是不能够出国 也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日本风 现在也适合吃秋蟹 因为秋蟹正肥美 今天很多头客都涌入了遗留的渔港 原来是要庆祝汪女蟹行销九周年 当地渔民特地邀请民众来板得吃饭 洗开八十桌 现场呢还有活蟹福袋 一开麦就被秒杀 一盘又一盘 印红色的丹点蟹 现捞现真 以赐上千只场面壮观 隔壁二十位大厨也在赶工九孔拼盘 虾兵蟹将全部端送周来 原来是要庆祝那里蟹行销九周年 也有渔港即开八十桌 举办一场盛大的鲜蟹伴桌宴 这场鲜蟹练是万里才有的人情味哦 借着大家一起吃整桌的螃蟹大餐 要烤赏渔民们一整年的新郎 大家敲杯啦 敲杯 很开心哦 每年都会跟很多好朋友在家一起共同品尝 好像每一位的万里线 又有万里线 赞 离台北市的猫懒动物园站发生了坠落意外 原名女子她说大约是二十米高的四楼平台坠落 所以以前失去了生命迹象 目前还在抢救当中 警方联系上家属不明白他怎么会到这里 正在追查坠落的原因 本土区的男性高蒙前涉及多界的吸毒案件 他被递约裁定五届合并执行一年一个月徒刑 因为当初演艺圈经济不宽裕 他没有办法把全部的刑期一颗伐机 任命蹲半年的监狱刑期 而他在路肩服刑的前几个晚上 直播李光头也跟粉丝来说再见 好为了看女神 这个人幸运的中大奖 谈的这位男子呢 因为对彩券豪的美女店员一见七星 两天来他每两天就来到这边买一次彩券 只为见对方一面 没想到让他刮中了百万头奖 也让这一群彩券行的电影员小文 因此受到关注